等你以后要是出名了 我看这幅画能不能卖个一千万 妈妈 爸爸的节日就叫 父亲节快乐 对啦 真棒 给爸爸准备礼物了吗 看一下我闺女给他爸准备的礼物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父亲 给你看一眼 你刚才说你要干嘛 开始你的表演吧 爸爸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真多话了 他说回来一定要搞这么一个仪式 是的 还有仪式感吗 那还有啥表示啊宝贝 没啦 啊 这么简单啊 你不得送我一束花 你给他送个档台 谢谢你啊 送一个我买的档台 妈妈不喜欢 因为爸爸本身三十一枝花 花那是骗女生的 男的不需要 天 咱别看动画片了好不好 看一会绘本 等会你给妈讲个故事 行不行 现在甜甜挺慢的 不像以前 做都做不住 看个两分钟就走出 他以前就跟你一样 不是啃手指就是花 现在要学习了 还是你有办法 还有时候要给我讲故事 所以说孩子家营养家给够了 小脑袋就赚得快 干啥不行 你还买金鱼啊 嗯 肯定我喜欢的 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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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孙子孙女的心跳 这家后这两天也是忧心忡忡的 因为想着那几天没睡好 听一下开心去就放心 妈妈是弟弟的声音 哦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让绿色灯灯你看哦 也红了 变绿了 妈妈绿了是谁的轻跳 你弟弟妹妹的 到快生的时候是不是 这样还会聊天呢 那时候他爸是跟我吵架的话 他会踹他爸一脚 他踹的还是你啊 那还是我身上 以前那个脚踹我的视频 我拍下来了 还在 我以前是看脚踢的 对啊 整天就靠我肚子 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打拳的 哦 行了 好的就行了 妈妈你看我 我给爸爸画你画像不像 哈哈哈哈 太像了 你把爸爸画成四毛了 一个父亲节过得也老有仪式感 等你以后要是出名了 我看这部画能不能卖个一千万 哈哈哈哈 你们当时爸爸都长不一样 不一样啊 哦 看来我长得还是太抽象了 哈哈哈哈 我把这一千万给你分成好啊 素分起来 你在吃粽子可以吗 可以啊 哦 你把一千万里的筋起来 那你二千万 帅 帅 太帅了 我没有吃 米饭 米饭哦 没煮 今天只有粽子啊 我就喜欢吃粽子 奶奶不熬汤 在肚子呢 我那一条子不做转 啊 我做的 不够 累得 啊 吃 干嘛好不好 不能挑食哦以后 奶奶做啥咱们就得吃了啊 我吃肉啊 嗯 吃肉就行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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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